老瑜记报真子丹为海报站位与江文水火不容 内情公开让人苦笑不得 本月5日,港媒采访到一位演艺圈资深瑜记 首次谈及真子丹与内地知名导演 演员江文之间的过往 披露了表面一团和气的两人 私底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 采访中,资深瑜记分享说90年代就开始接触真子丹了 杀破浪后真子丹红得很突然 相比以前他自信心也增加 但凡事有例外,他找江文拍戏依然受到冷遇 按理说,真子丹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对照当时情势却让宣传人员感到为难 要知道,当时江文刚拍完让子丹飞票房口碑都远胜子丹 所以江文反映是其实海报有我没我都可以 就算没我也没问题 于是宣传人员开始担心 怕影响日后宣传工作安排 反过来开始做子丹的工作 对方却称江文是业内尊重的导演兼演员 不值得为这么小的事和江文产生误会 没成想一项伶俐的子丹也没再坚持 接受了建议,让人狐笑不得 对方却称江文产生误会 对方却称江文产生误会